Hello,大家好,又來到我NATCHERN談賽馬的時間 很快地說一下上次的介紹 上次一隻高速賽馬,余木春風贏了馬 兩隻NATCHERN馬膽,其中一隻就是余木春風順利贏馬 潘頓發揮都是教材式的 潘頓狠跑那些馬,用心跑那些馬 贏得很精彩,金錢跑都發揮一處 潘頓、余木春風跟著金錢跑的熱直路 施展橫揚後驚,表現得不錯 順利贏馬3.5倍 活力保區其實都沒有跑錯了 在裡面這樣撲上來,預算了一隻票如雨下的愛反彈 緊敗跑第三,我覺得算有交代 兩隻NATCHERN馬膽都表現不錯 近四次NATCHERN馬膽都三圈一個季軍 所以我也覺得有交代 這次有四隻高速賽馬的 就是第一場的不羈的風 第三場是單山肉 第九場是標棋 第九場是致力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次賽事有很多大賽 大賽不是投注目標 看看有沒有機會講大賽 未講大賽之前 我會拍兩條影片 先講兩隻馬膽 未講馬膽之前 大家在Facebook 有空都會看到我的帖子 我都會拿到Blogspot裡面 大家如果來到 看到一些適合的廣告 覺得有興趣的廣告 可以按一下去了解客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YouTube Video 播放之前有時都會有廣告彈出來 過過的時候都會有些 可能是Banner廣告彈出來 按連結去看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先按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第一個場次介紹 第五場 第五場的馬膽 我會介紹八號的神亮金剛 其實都不用說什麼 神亮金剛上場的人得同情 人得很精彩 如果你說有快步速 幫到也好 還是什麼都好 實也實此 贏你的 輕鬆彈離三個馬 之後奔馳保馬 好像保重 然後管之聲也爆得好 你看到後面那些馬都不是弱雞 所以神亮金剛是硬橋硬馬贏你們 不開玩笑的 這場是高水準的 所以選回去做馬膽 WinPay投注對著 選三個配角 大家自己可以篩選 想選兩隻 又兩隻 多少隻都好 我有三隻給大家篩選一下 四號巴基之右 上場一號復出 轉了馬房 表現一般的 外檔 雲柔一段 今次抽了好檔 這隻馬本身都很韌 一般的 跑回1,600一定比1,400 熱過一場新 部門抽了二檔 衝敬一下 不是太有信心 但是這隻馬能力在這裡 可以買一買 另外兩隻 十三號天外天 天外天上場 莫雷拉 賺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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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那麼好 可能嚴短 1,600 不肯定 第二排檔 大外議 第三應該換了 莫雷拉 換了貝迪斯 有沒有記錯 貝迪斯 是打很多折扣 他晚上的支柴 絕對不給神堂金剛叉 但是有些因素 令他打折扣 所以都是拖腳算 另外最後就是 配角喜佳龍 其實如果想像大家 可以按一下影片 比較前往胸 一望胸 撲上來的勢 挺厲害的 僅僅討第2個書 有4分1個馬位 給一隻瀟灑王子 真情相信都會合發揮 田泰安騎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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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巴基自由 天愛天 和喜佳龍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按訂閱和訂閱 還有按這個鬧鐘 有新影片 就在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